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新練就可以實現 2020年急劇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貢獻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龍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轉折 2020年3月19日 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 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億元的超級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 52元完美超級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 無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贏債觀點 抓趨勢 贏債觀點 歡迎收看路奇博弈 我是李財收看副總書 李希柏 這禮拜感恩節 禮拜四的時候 美股提早做一個修飾 然後這禮拜六 禮拜四的 同一個時間 凌晨三點 是聯準會要公布上一次的會議期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台股有九合一的選舉 不知道選前會不會有奧波 所以這個禮拜 亮說是再合理不過 又加上世界杯 昨天晚上就已經開梯了 所以接下來這個禮拜 應該是喝啤酒看足球 然後看開票 什麼事也不用做 甚至還要吃一下火雞 這禮拜就是一個很快樂歡樂的氣氛 來度過 所以你看這個KD值這麼高 對不對 那這該怎麼辦呢 我相信 這稍微有一點點技術分析的 這種有學過的人 他應該都會很理智的說 我再等一下吧 對不對 那以這個高度來做一個修正 我想一兩個禮拜跑不掉吧 一兩個禮拜了 那所以呢 這麼多的因素夾雜在這個禮拜 又是選舉 然後聯準會的記要 然後又感恩節 又世界被開梯 所以我怎麼看 左看右看 都找不出那個很積極偏多的那種理由 但他這個表現呢 已經讓我覺得說很強了 所以我們看 現在的這個二十字均線 現在的這個五字均線穿過去 對不對 五字均線往上穿 然後十字均線呢 也往上穿的這個季線 那現在就是下面的這個二十字均線 要往上穿嘛 所以他整個的一個支撐呢 會在這裡形成一個保護網 那麼下方呢 這裡又有兩個缺口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來講還是會讓大家爽一下 很多人應該會覺得說這些缺口看得很礙眼 要不要這個回補 所以我想在未來的這個一兩個禮拜時間呢 那麼一萬四萬四的這個關卡呢 讓大家來測試一下 要不要做填補缺口的一個部分 然後修正一下這個指標 大概就這樣子啦 然後OTC的部分呢 他的這個今天收跌 是這一波上漲以來呢 第一次連續兩天下跌的一個訊號 那也過這個半年線嘛 那他這裡地方也是一樣 這個季線跟五字均線 四字均線做一個交叉嘛 所以他這個接下來的部分就是這個 二十字均線的扣底值往上 等於是說這裡就是修正一個乖離了 那因此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說過熱了 所以呢就只好休息一下下 但是跟這個 因為OTC的一個部分 他的量不需要那麼大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喔 OTC的這個單日量的部分 他並沒有跌破二十字均線 有沒有 二十字均線還是一個往上的一個角度喔 二十字均線還是往上喔 那二十字均線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算 他這一陣子都是一個往上的一個過程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上市的一個部分喔 上市的部分 今天的量很明顯的低於二十字均線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二十字均線的這個角度呢 並不像那個OTC的那個上揚的角度 非常的一個明顯 所以怎麼看就知道說 中小型股票會比較有機會 中小型股票會比較有機會 然後再看一下今天的這個 類股的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生技醫療 生技醫療OTC比較多啦 然後他的這個走勢怎麼樣 走勢就是一個連續的一個上漲 然後這三天呢開始接棒 有沒有這三天開始接棒 所以人家很厲害喔 前兩天的時候我記得好像 上禮拜有粉絲喔 在問我說對生技股怎麼看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因為台灣的醫術喔 這個還是蠻不錯的喔 所以呢而且很多醫生呢 也很喜歡做股票 那我想呢就是因為不要講錯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生技的部分喔 太多那個轉右名詞 我是在搞不太懂 所以我覺得不要被打臉啊 那可是呢每一次我們那個粉絲喔 他問的時候都是在提點我 就是說生技好像可以囉 那我今天這樣子看一看的話 我覺得喔如果說上櫃的 上櫃的比較有機會的話 剛好上櫃裡面的這個生技喔 他又是比較屬於 比較大大中喔 那這個地方就會有機會 然後我們在群裡面呢 就發了一個喔 就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喔 他那個生技的部分有一個 比較屬於利多的一個部分 就是那個 拜登的一個部分喔 他有 9月12的時候有簽署一個行政命令嘛 簡單講就是要把那個 癌症 癌症登月的計畫喔 把它給重新啟動喔 那麼 因為他的這個 他跟他的那個妻子喔 創立了一個基金會 然後致力於尋找這個癌症的這個療法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兩天那個 郭台銘先生有沒有 跟台大喔 然後說這個 就是盡全力喔 攻克這個癌症的一個部分 我想喔 你要很仔細的 解讀這個訊號 因為 以郭台銘的這個高度 就像張宗某這種高度 他們看到的 接觸到的那個層面喔 比我們廣太多了 而且他們會領先的非常早 所以呢 當這個 就這兩個新聞這樣結合起來的時候 我就有那種直覺就是喔 生技股喔 接下來呢 可能會有一些的一個動作 有一些動作 然後我就在群裡面呢 就稍微搜尋一下喔 發現到說 欸最近期的這個 投信啊 或是外資喔 也的確喔 都有買一些這個生技股喔 然後你看今天的這個 症情就很厲害嘛 然後台康生技 這個跟郭台銘先生有關嘛 對不對 那這個股票 看喔 這個股票這樣子喔 打一個底部吧 對不對 打一個底部喔 而且是在這個大盤在創新低的過程裡面 他是打出這個底部喔 那麼又剛好是這個 說跟台大喔 一定要把那個癌症的這個部分喔 給攻克喔 然後會支持錢嘛 對不對 然後再到這個 拜登的那個癌症登月計畫喔 然後你可以發現到就是一些 新藥的股票 新藥股票喔 就表現的都還不錯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講說 呃 他計畫把那些原 原料藥 跟那個新藥的部分 然後也移回到美國 去做這個生產 簡單講就是從這個疫情以來呢 因為太多的這個 產品喔 都要靠中國大陸的供應鏈去生產 然後因為這一次的這個 上海的封城啊 還有武漢的封城 讓這個美國覺得說 要保護供應鏈的這個安全嗎 所以現在就是不是只有晶片 包括這個 呃 醫藥的部分喔 也都開始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想應該會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一個動作啦 那麼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呃 張宗摩先生喔 有證實喔 今天回到這個 因為那個APEC還回來嘛 有做了一個記者會喔 那記者會的部分呢 今天這個張宗摩先生就有證實喔 說這個 三奈米 目前的這個三奈米 在有量產的啦 有量產的這個三奈米喔 最先進的這個三奈米的部分喔 將會在第一階段的美國五奈米廠設立之後 然後呢前進到這個美國的部分 因為他事先都已經有有留了 事實上這個新聞的部分喔 先前就已經有在暗示了 那麼他五奈米廠 然後他有留了一塊 有留了一塊空間 然後他沒有說要幹什麼喔 那當時呢也不太適合講 那事實上這些都是計畫中的 因為那時候的這個媒體就講說 這一批的這個工程師到那邊之後 他們將來呢 會沒有升遷的 沒有升遷的管道 你去開疆僻土 可是沒有升遷的管道 就等於是老死在那邊喔 除了多了一張綠卡 但是就沒有機會再往上走 所以就會缺乏意願 缺乏意願去 但是他旁邊有一個三奈米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指望嘛對不對 這一批人他將來就是三奈米的這些 這些位置嘛 所以這個是可合理的 但你反過來再講一件事情 就是台積電有講啊 最先進的都一定會在台灣嘛 那也就是說先前傳出來的1奈米 1奈米要設置在龍潭的這件事情 他沒有證實 但是這也表示說1奈米有眉頭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放三奈米出去 所以2奈米的部分已經確定了 然後再來就是1奈米的落腳的地方嘛 那所以這個還是一樣保持著 這個最先進的這個部分 可是這也在代表著喔 將來懂這個5奈米3奈米的這批人 會在美國那邊喔 呃 什麼整奈米的這些的喔 大概到時候再說 像這個媒體啊 他就說台積電被美國整晚端走 先前的那個媒體是說 那個如果兩岸有危機嘛 那個美國要派飛機來把台積電工程師 這個載走嘛對不對 那現在不用載了喔 現在就是廠在那邊嘛 自然就有工程師在那邊嘛 等於是留了一個種子在那邊嘛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些這些的布局 當然什麼去台化這些的喔 張宗文先生有講話了喔 那我們也不去去講什麼 那簡單講就是說 這些全部都在布局 大人們都在布局 那你要看得懂 那你要看得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一陣子喔 我個人覺得喔 這個生技的部分 階段性的會比較強 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然後晶片的部分呢 因為他成家量嘛 所以要稍微等一等 至少這個禮拜過去啊 感恩節喔 你怎麼喊都沒有用 所以你就回過頭來看 上個禮拜的時候 外資買了1400嘛 對不對 大買 那你就知道 因為感恩節啊 所以要提前買啊 因為要看足球啊 所以要提前買啊 因為要選舉啊 對不對 要提前買啊 因為要感恩節啊 所以要提前買啊 所以大家都是 對不對 當下的時候都不講幹什麼啦 其實他背後都有原因的 好吧 那麼講到這裡 所以你再看一下這個期貨的部分喔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外資在期貨這邊 雖然說現在有很多的這種假外資啊 做短線的 不過他這裡還是有留了 有一萬一千口的這個未平倉 多單 那我當然會比較樂觀的認為說 這個 9月29 不是11月29 11月29的這個摩台值的這個結算喔 還是會比較偏多一點 因此這個禮拜如果說 嗯 就是量縮要整理啦 不然什麼樣的原因啦 等那個聯總會的會議記要也好啦 等感恩節啊 等看球啊 等選舉投票啊 反正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 有人看這個缺口不順眼啦 然後技術指標在高位 萬事的這個缺口呢 就還是要測試一下 所以大量在這邊啦 一萬四千點 那要不要補這個缺口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樣變化 如果這個缺口補不完的話喔 基本上就算很強啦 因為你要知道缺口理論裡面 只是說 當我這個波段結束了 當我這個波段結束了 我才有必要去回補這些 所以很多人就 一上去 他明明就突破了啊 突破你幹嘛回來 突破當然就出去了一個波段了嘛 對不對 那 可是很多人就動不動要補缺口 那補了缺口就表示這個波段就沒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我是比較樂觀一點啦 是這樣 所以這個量縮其實就是充滿沉澱啦 應該是說 樂觀的一個心態 準備過節那種心態呢 然後你要去Costco搶東西也好啊 黑色星期五啊什麼的 但是喔 就是看看什麼股票 比較抗跌啦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 講到這裡還是要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標題喔 標題 剛剛有看到那張圖嘛對不對 這個梅西跟希羅 幫這個LV呢 做了一張照片 那個 那個 路易斯威登喔 他在那個IG上面的那個 那個官方的帳號 總共有4900萬人 4960萬人的這個粉絲喔 然後這一張照片喔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人點贊 496萬人點贊 這個 今年的世界盃 最大的看頭啊 可能就是他們兩個喔 會不會 對決喔 在那個 而且是在決賽喔 決賽的時候對決 他們剛好分 分數兩個這個 這個兩大這個 因為賽程表 就兩邊嘛 剛好就是那樣子 那麼 而且 很有趣的就是說 他這個希羅 將來不知道會不會 對上這個法國的這個 姆巴佩 然後呢 這個梅西呢 不知道會不會對上那個 巴西的內瑪爾 這都是今年的最好看的這個 而且都是最後一屆了喔 所以這個是諸神黃昏喔 當然沒什麼心情喔 可以看盤 所以 你要知道 你可能最近其實去看那個 運動彩券喔 可能還比較熱門一點 你要說看這個 看這個盤喔 我想這個成交量已經告訴大家了 這個 大家都已經開始在準備了 所以這沒有辦法啦 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指標修正喔 跑不掉了 他能不能維持在這個高位喔 也就考驗的這個籌碼的這個強度 所以他現在一定是等均線上來了 那這個就剛好是季線 跟二次均線的交叉 他提供了買點 這是買點 但他會回多少 一點把握都沒有 那我只要他 他就是給你一個買點 那這一波沒有搭上的人 這裡 這一個訊號 這一個訊號呢 他會給大家這個 另一次上車的一個機會 然後後面就要開始了 開始怎麼了 下個月的聯準會開會是15號 然後再加上一個飛龍 然後15號剛好是什麼呢 15號剛好是決賽週 所以當聯準會公佈利率決策會議 到底有沒有放緩 放緩升級 從三碼變兩碼的當下 大家都在注意看決賽 你可能就要開始準備 聖誕節的行情 你要記得 而且這個時候會遇到冬至 那都是一個大轉折的部分 那麼 所以這時候 雖然是要心情保持比較愉快 不用太過於殺 不用帶殺氣 但是這個整理 會提供你另外一次的買點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吧 那時間的 還有一點時間 看一下這個籌碼的部分 外資的部分 因為他沒辦法 你在足球 世界盃他是32強 然後他淘汰掉一半 16強 所以32強 等於是有很多國家 32個國家都在看球 所以股市一定沒量 但等到進入到這個16強的時候 就稍微比較好一點 比較好一點 所以等於有一半國家會失望 就會好一點 這個時候 那個量就會開始比較起來 所以大概前面一兩週了 大概沒什麼量 世界盃魔咒 每4年就一次 這沒辦法避免的事情 那你看外資 外資的部分 他在買進的一個動作上面 看起來 看起來我個人今天比較特別的就是 金融股在尾盤的時候都拉起來 還有台塑的股票 尾盤的都有起來 就是說電子股 他沒有連量 就拉不動 然後找上黑媽媽的這些金融股 到了尾盤的時候都往上翹 大部分都是 那麼包括中光也是 所以這有人在互盤 那既然有人在互盤就可以知道就是 這個選錢最後一週 大概就算有奧波 就算有奧波 他也會把它給挺住 大概就是這個訊號 今天的股票 看一看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你就是放鬆那個心情 等待這個禮拜的變數 都給他過去之後 就大概沒事了 大概這樣子 所以你不用太過於擔心這個盤的那個 什麼指標過熱啊 或是什麼 你看這尾盤都是這樣往上翹 這些金融股 金融股拉 他就告訴你說我在互盤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正常 正常看這個盤 這個技術性指標修正的關係就好了 然後剛才講外資 外資的這個部分 就是對我來說比較特別的 幾支股票 一個是這個保齡附景 美食保齡附景 然後這個 立望也不錯 大概這幾個 這也還好了 這也還好 所以這些的這個股票看起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情況 然後再看投信 投信的部分 他比較特別的是今天買的這個載版 載版的那個圖 對我來講 他就是在一個整理 而且那個像什麼景碩 在線底下 半年線以下 而且開始在補這個缺口 然後再來是這個3037 這是在線以上 就半年線以上 但是他也在補缺口 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下 就是上禮拜這個大量之後 然後 有稍微比較量縮掉 然後補這個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這個領先的股票 他其實就要跟你講 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缺口 缺口 他可能要來回補一下 那至於會不會補完 這我就不曉得了 就大概是這樣子 好吧 那實驗關係呢 今天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所以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看股票 當然你也不要太早出手 就慢慢等 等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 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